大家好,我是Dan 今年6月加入韩国跑跑职业战队 Live Sandbox的台湾电玩选手Nin 在2022黑洋跑跑卡听车联赛season 2 以3比1击败了曾经获得四次个人赛冠军的韩国选手EJ 躲下冠军 创下了外国选手在韩国首次拿下电金冠军的大纪录 然后更有趣的是 在韩国Nin的初号是台湾的Muno Jun 而Muno Jun是曾经被称为是天才卡听车选手的一个人 而这个人在你刚加入韩国职业战队的时候说过 Nin来韩国的话绝对拿不到冠军 如果他拿了冠军我就剃光头 Nin要剃光头了 所以Nin的获胜收到了韩国男超论团非常大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EJ有时在Muno Jun隐退后 被称为现一第一的卡丁车选手 谁都没想到他会输 我看了所有比赛 第一次看过EJ要输得这么惨 Nin真的是怪物 Muno Jun要剃光头重新付出个人比赛了 KK 现在Muno Jun可以安抚明星的方法只有两个 一 像男子汉一样剃光头 二 宣布付出后再宣布会击败您后拿下冠军 虽然本来就知道您很厉害 但是台湾人来韩国在个人比赛拿下冠军 就好像是从能敏在EPA拿下得分王一样的意思 其实外国选手这样拿下冠军觉得很好 这样大家才能受到打击后更加努力 实力好 长得可爱 唱歌也很好 希望能继续在韩国活动 我在看了留言后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Nin有发表过歌曲 真的是太有才了 再次恭喜Nin选手的冠军 希望以后也能继续拿下好成绩